1、2、3 持續母語威報 同心同恒 希望透過美國的通靈和狀態 持續母語威報的信息 帶光發亮 香港的母語威報率在1992年開始 大概只有兩成左右 下19% 但是去到我們現在最新的數字 是有87% 這證明媽媽對母語威報的認識多了 亦採取行動 用母語去威報自己的嬰兒 但是我們今年這個母語威報州的主題 其實是怎樣去持續母語威報 如果我們看4個月的母語威報率 即是說全母語威報率 其實都是很鼓舞的 但是仍然有進步的空間